香辣的辣肠,我吃的这个是香辣口味的,还有一个补辣的,这个特别的好吃,都是这种独立的小包装的,它的含肉量是大于等于85%的 里面全都是这种杂肉块块,里面添加的猪肉,鸡肉,还有大多蛋白 用空气炸锅稍微给它烤一下 越嚼越香 这种肉香味特浓郁 它里面含肉量非常非常高 一辣的也不是很辣 咸鲜口的,微微辣,还带一丢丢小甜味 这个咱们做个辣肠面饭,做个炒米饭,都特别好吃 烤的稍微火大一点,特别香,外皮酥酥的 里面全都是这种大肉块块 去家里面拍那个混合口味的,这两个味道都好吃 就是那种浓浓的肉香味,你仔细嚼它 它都是三肥七瘦的比例,这里边要是全瘦的就不好吃了,太柴 这种烤的焦巴的火辣的更好吃 我就喜欢吃烤成这种状态的 就特别有嚼劲 或者咱们蒸米饭的时候,你放锅里两根 蒸熟的那个米饭都带有这个拉肠的香味 我最经常的吃法就是拿空气炸锅或者烤箱给它一烤 几分钟就熟,拿起来当个小零嘴吃 他里边吃那种肉块的那种肉 所以吃起来的肉香味特别努力 老香的姐妹们